Gram和拍檔都曾經在世界500強的公司做過高層 來頭不小,三年前他們偽然開展了這門新的事業 最後大家都想到某個位置,不如做點事 2015年的時候和朋友組成了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我本地想做一些智慧家民的行業 很短時間內,我們將它專注於人間的動作 動作捕捉技術廣泛應用在拍電影上 但他說想做到更多 動作捕捉在很多拍戲的情形中 你看Marvels就知道,貼了很多DOTDOT 有些人做完後,後面有綠色的鏡頭 那些需要在一個特定的環境,可能在一個室室 貼了DOTDOT,Wi-Fi完全連接 甚至有些只是有電線在裡面,令到整個新的動作 而捕捉了動作去做Processing 我們的發展方向會是很不同的 我們要它compact,我們要它防水,我們要它無線 我們要它整件三個網絡,可以在外面使用 這四個是我們的大方向 他們籌集了500萬資金,再加上700萬個人積蓄 研發了這顆的裝置 不過在創業階段,他們都曾經走過不少冤枉路 很蠢地,專注於一個很難的事 由剛剛開始R&D,就是我們想用混木 去做我們的起步點 Witch這件事很蠢 例如,像劍擊一樣 我一秒鐘是掌握到140個畫面 超過百分之一秒的時間 這件事令整件事複雜化很多 你想像一下資料的數量有多大 你想像一下,我那顆是15克 一顆MCU 而藍牙和藍牙的傳輸方式 只不過有兩個KB,很窄很窄的路 簡單來說,就是洪水塞車 但是不停有車來 那我怎麼辦呢? 怎樣可以疏通它呢? 這個不是我們在說話 為何會說走也不會走你一步馬來蟲的感覺 後來他們不單止解決了這個問題 還拿到14項的專利 大約四個月前 他們將這顆心血結晶推出市場 發現人法一族有很大的需求 而技術亦都相對簡單 裝置可以用於了解老人家 是否有異常的動作 運動員需要百分之一秒 老人家可能一個三秒二次已經很足夠 百分之一秒真的是沒有名字 所以整件事就會覺得很簡單 狀況下斬,封 failed,相隱 這個就是老人家 擺在老人家的表現 原來整件事卻會秉價了很多 我們需要和老人家和老人院想bury 或聊天他們哪些東西 我們現在可能在技術上 不覺得這是沒有任務的 雖然是一個高科技的產品 但收費方面就相當平民化 我不想將所有成本一次過推進老人家或老人院身上 所以我們是收月費 5.99美元一個月 12個月為期 包括了甚麼呢 每個老人家配兩顆感應器 即是一顆充電 一顆在用 因為它是老人院的關係 我們做了一輛充電車 是一個老人院而言很少的投資 由於人手的不足 他們目前只是集中做B2B的生意 還有很多人都問過 我們現在為何會做老人院 純粹是因為B2B的關係 不是我們的產品本身 不能去到2C的層面 暫時來說 我們公司沒有這樣的人手去做 我們這班人過去的3月都做得很辛苦 到這個時刻才剛開始開啟 都不是真的賣得非常好 會不會中間有些質疑自己的事 我想每一個做startup的都會有 但是到今時今日 我們還在相信自己 都會不會中間有去